欢迎大家收看历史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郑国籍撰稿人李克强 万字长文谈经济 请大家收看 郑国籍撰稿人李克强 人民网 这篇是对李克强在中国官方媒体上发文的一个简单汇总 2015年11月6日 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 题目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 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解读本中 该篇文章排序仅次于习近平对十三五规划建议稿所做的说明 李克强在上述文章里依然是谈经济 外界关注的是他透过文章传递的判断 预计2020年GDP17万亿美元左右 2020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节点 2014年中国GDP总量是63.61万亿元 接近10万亿美元 对比一下这个数字 这是要六年增长7万亿美元的规模 GDP增速多少 外界很容易算出来 作为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在党的权威报刊上发表文章 都颇有讲究 这一次 人民日报刊发署名文章是 十三五规划建议稿 正式公布三天后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解读本 用字体大小的不同 区分不同级别领导的解读文章 在人民日报上 虽然没有字体的区分 但也有办法显示不同 笔者就发现 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张高黎的文章 于11月9日发表 与李克强间隔了三天 其后则一次刊发马凯 刘延东 许其量的解读文章没有间断 除了人民日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刊 求是 杂志也是高级领导人 发表理论文章的重要平台 不同于人民日报的首秀 通过书里发现 李克强就任国务院总理以来 已经三次在求是上发表文章 仅在今年 就已经有两次 最近的一次 是2015年10月16日 发表时间是国家统计局公布前三季度 GDP数据前三天 这个时间往前推八个月 今年2月16日 全国两会召开前 李克强也曾在求是 发文 撰文谈经济增长 新动力是改革创新 要知道 求是 杂志是半月刊 一般是每月1日 16日初刊 这个时间点还是有点异味的 不论是人民日报 还是求是 李克强都最爱谈经济 他有关经济的直言片语 又都是风向标 2014年5月1日 第97发表 关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 是李克强就任国务院总理以后 首次在求是上发表文章 全文有万余字 都在谈经济 值得关注的是 这篇文章发表的时间 李克强谈经济体制改革文章发表前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 连维良于4月17日透露 国务院常务会议 以审议关于2015年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 而李文发表半个月后 5月18日 该意见全文发表 在文中 李克强有关经济的表态 广为传播 现在回过头看 如果不是用改革的办法 即减证放权 创新宏观调控方式 着力调整结构三管齐下 而是采取短期刺激政策 不仅去年的结果 可能会大不一样 而且 今后几年的日子 也许会更难过 联系当时的背景 2014年中国一季度 GDP增速7.4% 速度创金融危机以来新低 很多人对2008年 金融危机4万亿刺激计划 还记忆游身 这个表态的意义 大家都懂的 时隔9个月后 2015年2月16日的 《求是》第四期 又发表李克强署名文章 以改革创新为动力 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 与前述文章一样 这篇文章也是谈经济 但是强调 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是改革创新 喊话对经济发展的信心 不是海市蜃楼 李克强10月16日在 《求是》发表的最新署名文章 题为《催生新的动能 实现发展升级》 这篇文章摘自李克强 2015年8月21日 在国务院先进制造 与3D打印专题讲座上的讲话 产生这篇署名文章的讲座 不简单 它是国务院首次 就3D打印这种先进潮技术 开展专题讲座 据说国务院还特别潮得 在会场外用闪烁着笑脸的 智能机器人迎接与会人员 他召开的背景 李克强在文章中说 以3D打印为代表的智能制造 被认为是第三次工业革命 中国要借此抓住机遇 《求是》文章之外 10月17日 中国政府网发布 李克强对当前中国经济的 六点判断 在论中国制造 称互联网加双创加 中国制造2025 或将催生中国的一场 新工业革命 在第三季度 中国经济继续下行 外界多预测该季度 GDP增速小于7%的情况下 作为中国经济大管家 其及时权威的第一声音 显然有其深意 《求是》 文中 李克强向外界喊话 我们对中国发展要有信心 这个信心不是空中楼阁 不是海市蜃楼 而是有基础 有潜力的 南方周末就曾披露 李克强在成为政治局常委 之前没有给 《求是》写稿 成为常委后 后来也开始向 《求是》投稿 2012年第四期 《求是》杂志发表了 李克强的文章 就是他的秘书 跟《求是》杂志社联系投稿的 可以查到 2012年第四期 《求是》发表的李克强文章为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 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这篇当年2月发表的文章 《备注称》 是根据李克强 2011年12月15日 在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 座谈会上的讲话整理而成 李克强2007年底 当选17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2007年至2012年 这五年任期中 他在《求是》上发表了五篇文章 除上述文章外 还包括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2009 关于调整经济结构 促进持续发展的几个问题 2010 大规模实施保障新安居工程 逐步完善住房政策和供应体系 不断深化一改 推动建立符合国情汇集全民的医药卫生体制 2011 而李克强在 人民日报 发文 上一次则可追溯至2010年 距今已经有五年时间 那篇文章题为 深刻理解建议主题主线 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是十二五规划建议的解读文章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观察员六博士 今天我要和大家一起来 谈谈中国总理李克强 最近在官方媒体上的发文 李克强在这些文章中 一直在谈论经济问题 外界对他的言论非常关注 最近一篇发表在 《求是》杂志上的文章中 他再次喊话 表示要催生新的动能 实现发展升级 作为中国经济的管家 他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充满信心 并表示这个信心是有基础 有潜力的 这一系列文章的发表时间 也颇有讲究 从今年开始 李克强已经在 《求是》杂志上发表了两篇文章 而在过去的五年里 他在这个杂志上 共发表了五篇文章 可以说 《求是》杂志 成为了李克强表达经济观点的重要平台 此外 李克强在《人民日报》 上发表文章的机会相对较少 上一次发文 已经是五年前的事了 而这一次的发文 是在中国官方正式公布 《十三五规划》建议稿后的三天内 可见李克强的发文 是经过精心安排和考虑的 通过这些文章 我们可以看出 李克强非常重视经济问题 并且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充满信心 他喊话 中国要有信心 这个信心不是空中楼阁 不是海市蜃楼 而是有基础 有潜力的 他还表示 中国要借助新的动能 实现发展升级 不过 我们也要看到 中国经济目前面临不少挑战 比如经济下行压力 结构性问题等 李克强的发文 无疑是要给大家打气 但我们也要保持冷静 对中国经济的发展 有一个更客观 全面的认识 那么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对李克强的发文 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 有什么看法和建议呢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我将尽力回答你们的问题 谢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 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